人生的路漫长,谁不是一步一步向前走,与美人从母亲的身上看见豁达,不用为之的事来折磨已知的人生。 知名广播及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三度获得新闻局广播电视事业处十大广播DJ,目前同时担任台湾妈祖联谊会秘书。 道教联合总会副总会长,希望进一步理解宗教体系,于2021年考入政大宗教研究所。 恰好在疫情期间有机会放慢脚步,并因好友罗佩颖离世,感受珍惜当下的重要性。 与美人平日积极投入公益,2009年开始与好友组成与美人做好事小组, 每年以期间限定的形式跟不同甜点店,通路合作贩卖工艺甜点,帮助平常不易获得捐款赞助的社福单位, 一年来曾帮助过门诺医院,妇女救援基金会等单位。 2016年,成立于美人偏远地区弱势关怀协会,集结大众的力量,帮助偏远地区的社会边缘关怀户, 希望能鼓励弱势族群走出来,不再阶级复制。 15岁时,与美人的母亲罹患假装腺癌,但母亲非常冷静,坦然面对,影响到她看待生命及面对死亡的态度, 在孩子7岁时就和他们谈论生死一题。 经历婚变后,更能面对真实的自与美人,出版与美人的改变练习曲《放手》,是最好的祝福分享心路转折。 在于美人读高中时,妈妈得了假装腺癌,需要动手术。 她的母亲,23岁手寡,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非常独立,坚强,连离癌,开刀,都不要别人陪, 交代孩子们照样去上学,也不要通知亲友。 她母亲先开右侧假装腺,但一星期后,医师说左侧假装腺也有异状,也必须手术。 短短一周内两度手术,母亲有点吓到了,这才让于美人通知阿姨、舅舅。 于美人从小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多少财产需要处理。 母亲竟然交代阿姨,万一她不在了,等将来于美人和妹妹生小孩时,要好好帮她们坐月子。 不过,还好母亲手术成功,后续也做了放疗,化疗,也非常信任医师,听医师的话,按时吃药,回诊的时间都清清楚楚记在本子上。 于美人的母亲对生命的态度也很豁达,不忌讳谈死亡。 于美人曾放了一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黄胜尖写的生死迷藏在桌上,被妈妈拿去看,甚至连自己死后,希望孩子们用白斩鸡来祭拜,入恋时要穿哪套衣服都交代好了。 母亲的独立,坚强影响了家庭气氛,当然也影响了于美人,母亲不必会谈死亡,于美人也同样坦然。 所以,在自己孩子七岁的时候,于美人就跟他们谈生死,孩子有些吓到了。 于美人与孩子们答应彼此,不管谁先走,活着的人都会好好活下去。 当然,他不是一开始就能这么洒脱面对死别,而是人生阅历丰富的他,常年都在做心理建设。 他的方法是,多去了解世界各国对生命的看法,像他曾问过一个上师,上师跟他说,生死是一个片段,我们追求的是永恒。 人跟人的缘分不是只有这一事,所以他才会在罗佩颖的告别式上说,生命中会到达尽头。 但爱永不止息,他也曾去了解青海人的宗教观,青海人对生命看法是,所有的离开都是非常好的祝福,一个是祝福你去到更好的地方,一个是勉励自己,希望在见面的时候,我成为更好的我自己。 这些都让于美人从中学习,对生命看得更通透,正因人生无常,所以日常更显弥足珍贵。 被问到未完成的人生愿望清单,于美人很坦率说,目前没有,因为他觉得,每天时时刻刻都跟自己在一起,比去想遥远的事重要许多。 就像你可能忘记昨天早餐晚餐吃什么,但你可不可以去感受一下,每天走过,看过的地方,用心过生活,不要只是点对点的移动而已。 不过他觉得,自己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搞不好下个月再被问到一样的问题。 他给的回答又会不同。 于美人还曾跟自己的女儿说,将来我去世后,要在殡仪馆最大的警行厅办告别事。 女儿开玩笑说,你确定到时候有那么多人来吗? 于美人甚至也学母亲那样交代孩子,祭拜自己时要用顶太风的炒饭,而且要加酱油,据说人走了吃东西是用纹的,不要省那三十元。 于美人透露,曾接受过催眠,看到自己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摇啊摇着就走了。 墙上的日历写着204X年,年份最后一个数字看不清楚,大概是自己七十几岁时。 其实于美人五十几岁就开始等死了。 从出生后就在倒数,有限的生命终究会结束,如果能多做些良善的事,让别人念想着你,活在别人的记忆里,这才是永恒的生命。 前几年于美人考上正大宗教研究所,为了考研究所,于美人读了很多书,他对道教有兴趣,但对各种宗教都抱持开放态度。 如何找到跟自己相应的宗教,就像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老板一样,需要时间和机缘。 人活一世,不断在索求智慧,于美人被苏格拉底打过一巴掌。 他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要被原有的观念捆绑,被自己的想象局限了。 从宗教或哲学的角度来看,死亡是好是坏,人们其实并不知道,不需要用未知的事,来折磨已知的人生,当下好好活着更重要。 于美人常常用这类议题,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或许明年想法又不同,或许会推翻过去的想法,也可能强化原有的想法。 这样的思考过程就很棒。 于美人说,新冠疫情其实也在提醒人们,要直观面对生死议题,及早讨论,决定。 他称自己已跟律师讨论,准备依病人自主权利法完成预立医疗照护,签署预立医疗决定,并写遗嘱。 要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首先要改变观念,父母必须断开儿女的捆绑,不再为儿女牵挂,多为自己着想,打算,学习,独立自主。 人的最后一程,想走得平顺,坦白说不能靠儿女,而是靠钱,帮自己及早规划好保险,医疗及看护等等费用。 最孝顺的小孩,其实在口袋,与美人笑称,其实是指钞票,很多父母太牵挂孩子了。 他知道,一位阿婆,早早分财产给子女,帮孩子置产,却都没留房子给自己,心想可以轮流到子女家住。 可是年纪越来越大,常常换地方住实在不方便,这时却没有子女愿意掏钱出来帮妈妈买房子,让她不用再奔波。 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但孩子的家却不是父母的家。 孩子无论何时回家,父母永远为他敞开家门,但孩子成家立业后,父母拜访是要提前先跟孩子说的。 与美人认为了解这个现实不该难过,而是要看破,不要被长期以来的观念捆绑。 与美人一向认为,应该在死前把钱花光,一毛不留给孩子,这样多自在。 这个年代,父母难为,把孩子抚养长大,已经够了,没有亏欠子女什么。 孩子成年后,每一分钱都靠自己赚,他吃起牛排多有滋味。 孩子成年了,就让他独立,父母应该将剩下的财产,时间和心力留给自己,打理好自己,为自己做好打算,将将来寄托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踏实的。 可以给晚辈小钱,但不要给大钱,与其死后留财产给儿孙,不如在儿孙回来探望,或者儿孙过生日时包个红包。 代表长辈对晚辈的祝福,皆大欢喜,而且保证常常有人回来。 这年代的孩子也很辛苦,父母为自己做好打算,孩子也才有机会孝顺。 自主才是人生下半场过的幸福的关键。 与美人虽然经历过伤痛,经历过离别,但如今的他已经活成了最独特的自己。 对于美人来说没有身后事,只有身前事。 身后能有什么事呢? 当观念改变,人可以活得很自在。 与美人自己承认其实已经没有特别想做的事了,因为一路以来,做的都是想做的事, 每天也都在做想做的事,从没有等。 每天好好活着,想做的事赶快做,就没有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